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574集 范贤进入御书房已经很久了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捡最要紧的这个事情说 如今庆国最关心的事情当然是关于西凉路的局势 以及四个月前陛下让监察院准备的计划 究竟落实到了什么程度 范贤一路侃侃而谈 皇帝陛下安静听着 脸上没有一丝不满意 甚至还难得的宽慰了范贤几句 说他辛苦 感觉环境适宜 时机恰好 范贤眼珠子一转 便去着这个机会 说了几句关于大殿下那侧妃的这个闲话 偏生这闲话的主旨 与他在王府中与王爷商量议定的应对方法完全不一样 竟是直接将王家小姐用言语好声这个羞辱了一番 并且同时表达了自己身为臣子 不愿意掺和得这个皇族家世之中的强烈意愿 皇帝陛下如同范贤所料 一听此话便勃然大怒 劈头劈脑一通训斥 点名范贤太长寺正清的这个身份 又在王爷那侧妃仪式上下了狠话 这一通疾风暴雨 倒是没有让范贤产生些许害怕 他与这位深不可测的皇帝老子相处久了 虽然始终无法看到对方的心底最深处 但至少对于其人的性情喜好摸了个清清楚楚 但凡如此轰轰烈烈的训斥 往往代表着事情并不严重 果不其然 范贤趁机提出自己既然是太长寺正清 陛下又要将王家小姐配给大皇子 自己总得替天家颜面着想啊 是不是应该教王家小姐一些事情啊 这些事情惯常应该是宫里的老嬷嬷做的呀 范贤这个年轻人却抢了过来 不免有些滑稽 但皇帝陛下却是未孝 直接让范贤不要管这闲事 但却也未曾动怒 只怕皇帝陛下早就知晓了王府门口出的故事 也早猜到了自己这个最疼的儿子 先前为何坚持不允 所要求的是什么好处 正在范贤心下烧安之时 便听到了招商钱庄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像是深深的烙印 一下子烫着了他的心 让他把头低了下来 一时沉默不语 他知道皇帝为什么会选择在此时 让自己交代招商钱庄 因为这两年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天雷 如果不是他脸皮够厚 只怕这两年里早就被雷的外交里嫩了 这便是所谓圣心难策吧 范贤在心里想着 皇帝陛下虽然对自己宠爱 无以复加 任由自己在清国朝野间 潇洒狂望着 但依然没有忘记 时不时来敲打一下自己 是的 这就是一位君王 对自己最亲近人的敲打 要把他打醒 免得此人有些忘乎所以 反而误了君臣或父子之间的这个情分 从京都评判之后 每逢范贤为朝廷立下大功 或是被陛下中奖之后 陛下都会轻描淡写地丢出一些事情或明目 让范贤怂然 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 皇帝在朝中用来敲打范贤的棒子 是贺宗伟那一派官员 而私下真正敲下的焦雷 却是范贤暗底下做的那些事情 屈指细细算来 这两年间充当过天子之雷的事情 包括夏明记的底细 夏其妃与江南水寨的关系 范思哲那小子在北面的走私 还有关于许茂才心思不纯的第一级雷 还有王十三郎为何投奔范贤诸如此类 等等等等 每一级雷都直中范贤的内心 把他打得浑身寒冷 自己在陛下面前似乎没有什么秘密 这些罪行若是真的翻出来 都是杀头的下场 他当然知道皇帝老子舍不得 用这些罪名来对付自己 只是在提醒自己 可纵是如此 他依然浑身寒冷 觉得龙塔之上的那位宗师帝王 随意一个吐息 便能吞没了自己 幸好范贤也不是位一般的臣子 面对着天子之雷 他的应对方式也是举世无双 只一位依着自己的厚脸皮 该认的罪呢绝对认 但该做的事情继续做 反正皇帝老子不想杀他 他就继续这么混下去 只是今天混不下去了 因为招商钱庄对于范贤来说太过重要 不论是监察院的用度 还是一致大将修堤的银子 晚而主持的杭州会大行善事 甚至是整个家族以及臣员的奢华生活 全部来源于招商钱庄的紧张 最关键的是 招商钱庄里面 曾经藏着北齐小皇帝几百万两的银子 一旦被人知晓 这个卖国的罪名就算范贤再如何办孝子 豪桑也演不过去 几行冷汗从他的后背滑落 三年前收服明家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爷子的时候 招商钱庄被迫走上了前台 他就猜到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引起皇帝陛下的疑心 户部根本没有掉出这么多银子来 皇帝一定会思考 钱庄里的银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范贤为这个秘密做了很多的准备 确认自己已经将这个北方的账目清理得干干净净 以往皇帝陛下也曾经询问过招商钱庄这个银钱的来源 但那个时候范贤用的是天下最出名的那个传闻 搪塞了过去 所有人都以为招商钱庄的神秘股份 是当年北齐锦衣卫指挥使沈崇 经营数十年后存起来的秘密财富 但今天皇帝陛下当面问了 而且还点了这个 阎兵云成亲不足三月的沈家小姐 自然是在警告范贤 沈家小姐一直在你的控制中 但也一直在朕的眼中 沈家遗产这种唬烂的这种理由 今天不要再搬出来了 范贤背后的冷汗又多了两行 只是一入深秋冬初 御书房内虽然升着火炉依然寒冷 身上穿的这个官服颇厚 一时半会儿看不出痕迹 他的脸色依然是强悍地保持着平静 陛下 要交代什么 皇帝的脸色阴沉了起来 很是不喜如此私人的谈话中 这小子居然还想蒙混过关 他哪里知道啊 范贤此时心里直在打鼓 暗想北面那个小皇帝 不会是记恨在心 记恨着自己在西凉路 大肆拘杀北齐间谍 从而把当年这个秘密的协议 抛了出来 通过庆帝的手杀了自己吧 难道北齐方面这么恨自己啊 居然舍得花这么大的代价 除掉自己 范贤的面色再也难以保持平静 额头微微甚汗 心想 北齐那小怪物竟然敢抛刀 谁知道敢不敢抛钱庄呢 便在此时 他的余光一瞥 看见了皇帝陛下脸上明显的不喜之色 一见此不喜之色 范贤心头大喜 如果皇帝老子真是知晓此事内幕 要拿下自己 以他的修为心境成福 又怎会如此真诚的不喜呢 范贤尴尬一笑 干咳了两声后说道 这个招商钱庄 最开始的那笔银子 确实不是沈家的宝藏 而是 臣自己的私房钱 这一句答得极妙 如果是一般的大臣听见这句话 一定会大骂范贤无耻恶心 招商钱庄一开始 便有数百万两的白银为底 谁家的私房钱能这么多呀 但偏生皇帝陛下听到这句话 却明显露出了一切了然于心的神情 淡淡地说道 果然如此 老五什么时候 把这笔钱交给你了 范贤苦笑一声 然后恭敬地应道 也就是下江南之前 五诸书知道我要用钱 皇帝看着他摇了摇头 说道 老五也是胡闹 这么大笔银子 给你这个小孩子做什么 范贤在心里大松了一口气 知道皇帝陛下 果然如自己所料那般 想到了当年的老业家 但他的脸上却依然是古怪笑着 似乎在傅妃皇帝陛下 掩热鱼这笔钱 又似乎在傅妃陛下 将南内裤在自己接手后 已经替他挣了几个数百万两银子 居然还不知足 皇帝明显看出了范贤的表情 所隐藏的东西 恼怒地低声斥责了几句 片刻后才强意怒气 壮作无意地说道 本来这内裤都是你母亲留下来的 难道朕还瞧得起那几百万两银子 只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银子 不要乱花 范贤不敢怠慢 赶紧把招商钱庄 尽向银钱的用途交代了一遍 这些东西呢 其实皇帝陛下清楚无比 但一桩一桩说清楚 总是要好一些 而且此时说明白了 将来总不能再翻老账吧 皇帝满意地摸了摸 盒下的胡须 点了点头 说道 用来做善事 当然极好 陈丫头 也是能做事的人 你不要老把她关在府里 没事的时候 让她进宫 陪陪朕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临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暗想 自己何曾关过娇妻啊 他如今忙着执掌整个范氏家族的族物 加上因为京都叛乱之势 对于这位皇帝舅舅难免生出几分抵触情绪 自己不愿意入宫 西边 那些事情你好生处理一下 华帝站起身来 忽然想到一桩事情 壮作无意地问道 老五去哪里了 不知道叔叔去哪了 范贤也赶紧地站起身来 说道 还是两年前见过一面 这小子 总是喜欢玩失踪 怎么学得和夜市书一个脾气呀 皇帝有些头痛地说道 然后挥了挥手 示意范贤出去 御书房的门终于被人推开 范贤一脸平静地走了出来 看见在一旁等候的姚太监点头示意 姚太监赶紧低身行礼 压提声音问道 陛下心情如何呀 范贤笑了笑 脸上的阴云迅迹化作一片阳光 无比灿烂 心情确实有些沉重 每每入宫面见皇帝陛下 便是他的受难日 那种无处不在的压力 和这个帝王宗师相加的权威感 让他十分的难过 尤其是要时不时承受今天这种无由惊雷 实在是过得很不爽力 尤其是今天最后皇帝问及五竹的下落 范贤心里忍不住冷风起来 如今一国的两大宗师一死一废 叶刘云的存在对于庆国来说显得没有什么必要 这位本性如贤云野鹤一般的人物 在协助庆帝完成大东山之局之后 便真的飘然远去 当然不可能再出现 而皇帝问及五竹 虽然表现得自然 但范贤却清楚 皇帝对于五竹书一直有股 暗中的警惕和提防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范贤的心里当然心知肚明 沿着太极殿的长沿往高高的皇城处行去 他的脸色渐渐平静起来 像今天这种御书房内的私人对话 已经进行过许多次 从第一次面临天雷时的不适应 到如今的应对自如 范贤不知成长了多少 站在高高的太极殿下 看着刻着龙云的实践 范贤深吸一口气 让初冬寒冷的空气 快速的进入胸内 冰凉的无比示意 皇帝知晓的事情 是范贤不怕让他知晓的事情 这些惊雷敲打虽然可怕 却还敲不碎范贤心上坚硬的外壳 他还有很多秘密 依然成功地瞒着皇帝 比如招商钱庄 比如庆余堂抱了身死的几位大掌柜 比如武竹书的真实去向 比如东夷城控制的一个小国内 正在缓缓成形的某种小作坊 比如他的体内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灵魂 比如他知道另一个相似的灵魂是怎样令人动容地出现在这个世界 又是如何令人心痛地在这个世界消失 这些都是无所不能的庆帝所不知道的 而这也正是范贤的底牌 皇帝陛下更不知道他最大的两张牌 箱子和五竹书却已经离开了他 不知去向了何处 范贤的眼睛眯了起来 看着常常遇到对面那座坚固的皇城 目光越过城墙 直透天上的寒云 似乎看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些过往 以及两年前的血火滋杀 在皇宫内安静行走的太监宫女 看着太极殿下的那位年轻人赶紧低身行礼 心里却在疑惑 这小贩大人是在发什么呆呀 探险的目光穿过云层 似乎落在了极遥远的北方雪原之上 似乎看到一个眼睛上蒙着黑布的人 正提着一个箱子 向着不知名的神庙所在 孤独而坚决的前行 那人每一步踩破无数雪花 每一眼穿透无穷虚想 范贤在殿宇的阴影中温和地笑了起来 真心祝福五竹书能够找到自己 这或许才是人生一世最重要的事情 如今京都生意最好的酒楼是一时居 虽然这间酒楼的东家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长公主保护下的崔家 在很久以前 崔家便因为向北齐走私 而被监察院连根拔了 但这里的生意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好 太学学生及外地来的书生最喜欢逛的 则是淡泊书局 要知道 在八处的严厉打击下 京都大街小巷中已经好几年没有抱孩子们红宝书的大婶出现了 生意最好的客栈则是同福客栈 客人最多的豆腐铺是范家的私产 至于生意最红火最高级的青楼 当然是抱月楼 京都游如今大逸 往往便是在议食居吃饭 在同福客栈住宿 路上吃一碗豆花 搏进淡泊书局买两本书 晚上再去抱月楼 楼几位家人入怀 人生之快乐便似乎齐全了 之所以如此 毫无疑问是因为那个叫范贤的人 义食居是范贤传奇人生的开始 由丹州入京都 他与晋王世子贺宗伟的相逢 便是开始在这间酒楼上 如今呢 这三人的身份地位 义食居自然带上了一丝神奇的感觉 当然最关键还是小藩大人黑拳经京都的这个故事 已经通过无数的说书人传遍了整个天下 同福客栈则是范门四子的发祥地 另外三处则是范贤的产业 我们不要再重复范贤身上那一连串的这个光环了 因为这是件很累的事情 只需要注意这个事实 便可以知道范贤如今在整个清国的声望和地位 有很多人恨范贤 有更多的人爱范贤 但很少有人会像淡博书局对面医馆的主人一样 对他的感觉如此复杂 医馆刚刚购入手中 还没有开业 药物看似胡乱而有序地堆放着 一位穿着一身素色织紧单凹的姑娘家 正撑着下盒 在满是药味的房间发呆 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医馆外 已经围了太多的闲杂人等 如果不是有府上的护卫 以及暗中的监察院密探拦着 只怕那些人早就挤进了医馆 虎和大师的关门弟子 艺术惊人的范家小姐 小范大人最疼爱的妹妹 终于出了青山 回到了故乡庆国京都 与京都百姓惊喜的注视中 与满屋一乡的药味之中 开始思念某些人 有的人远在天边 在血缘上孤独的前行 有的人却快要来到他的面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